保罗这一生的标杆 他人生生活的标杆 目的 他是要活出基督 那怎么样子能够活出基督 是借着活基督 只是差一个字而已 是因为基督已经内住了 基督已经在我里面了 我要能够活出基督 我只有一条路 就是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学习放下自己 学习舍己 学习把自己 交在十字架底下 我说过苦难永远不是十字架的目的 连十字架本身也不是叫我们受苦 十字架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基督 要把基督给我们 让我们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这是他这一生在主的面前 一个生活的态度 生活的根据 他生活的根基 是在基督是我的生命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他生活的标杆 乃是要找基督在凡事上显为大 他生活能够得到基督的秘诀 他看见基督是一切 又在一切之内 实在是一个最有福的开启 这是一个最有福的拣选 一个最专一的追求 这是保罗的一生 让他的生活能够疯疯疯疯 所以到他晚年结束的时候 他能够说美好的仗我打过了 索性的到手术了 当跑路路我跑尽了 他知道从此以后 有一个公义的冠冕 为他存留 几乎在圣经上 就是我们独一看到一个人 对他人生结束的时候 都充满了把握 不是因为他天然人好 他一再告诉我们 他是罪魁 但是今天整个救恩 最伟大的地方 就在于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基督今天也是在教会里面 弟兄姊妹 我们要做教会 不管个人家庭教会 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都不是只是我的心愿的问题 那是做不来的 而是基督在我里面 祂是真的 要去相信祂 要去经历祂 要去用祂 所以宋尚杰博士 你看他自己的见证 他信主以前 他是一个这么糟糕的人 他从小是在一个 基督教家庭长大 他爸爸也是一个牧师 对不对 但是他说到他自己个性的时候 他说他个性坏透了 他在家里面调皮捣蛋 他爸爸管教他 他居然可以来折磨他的爸爸 他就假装离家出走不见了 全家到处找他都找不到 在后院的枯井里面打开来找 以为他跳进去 因为他威胁他爸爸 他说你再管我 我就跳井试给你看 所以他爸爸管他的时候 他实在受不了 他就躲到床底下 躲到很隐秘的地方 听到全家在找他 爸爸妈妈哥哥都在找他 哭啊难过啊 他就住不出来 他就是这种个性 他来到美国读博士的时候 他的大哥跑到美国来 他的大哥没有像他一样 受这样子的教育 他就瞧不起他大哥 然后哥哥有一天出去买东西 回来晚了一点点 敲门 他就是不给他哥哥开门 让他哥哥整夜 在之家哥 在那个北方 那么冰天雪地 天寒地冻的环境里面 整夜把他哥哥关到外面 他哥哥早晨进来的时候 脸都灰了 进来人都有点吐血了 他哥哥看着他说 你不是我弟弟 就是这个人是一个充满荆棘的一个人 那么样子糟糕的一个人 可是你发现主耶稣改变他以后 他影响了中国教会这么大 神拣选卑微的人 叫我们这些高傲的人 必须要降悲 让我们这些自以为不错的人 要降悲 神是神改变他 我们冰南天要读的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 他说 与血从天而降 什么 并不返回 他要使撒种的有种 使药吃的有粮 他说这样 我的话也不突然返回 对不对 他要成就 我发他 去所要成就的事上必然横通 去成就我所喜悦的事 神的道就是神 就是生命 当他出来的时候 他要成就事情的 所以到最后 一路上讲下来 讲下来的时候 他说松树长出代替荆棘 翻十流长出代替吉利 他说这要为耶和华 怎么样 成为纪念还是什么 直到永远 是吧 作为永远的证据 弟兄姊妹 你知道我们这个人 天然生命 就是荆棘的生命 但是神要用松柏 要用松树 要用香薄木 来代替荆棘 要用翻十流 来代替吉利 他说这要成为 永远的证据 为耶和华 作为见证的 弟兄姊妹 这叫做道成肉身 败坏是真败坏 荆棘是真荆棘 吉利都是吉利 但是你们要长出 香薄木 要长出松树 要成为荣美的生命 道出来 在我们身上 要成就被打发出来的目的 今天我们都接受了这个道了 这个道就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这个道怎么样在我们里面 能够长出来代替荆棘 能够怎么样子长出来代替吉利 保罗为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他说在罪人中 我是个罪魁 然而今日我蒙了何等的恩典 成为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这一切造成肉身的 那么这一切来说 就是你 说这个道理